大家好,我是Stan 被议员所属公司DSP 以名领毁损提高的前APRIE研究 警方将这案件已不起诉处分了 2月23号,议员局的法律代理人对媒体表示 议员局本人、家人以及两位朋友们 共被DSP提高的7个事件 警方都已不起诉处分了 当初APRIE的所属公司DSP 以议员局在网上留言集体霸凌等不实谣言 向警方提高了 但是警方判断 有关各个留言都不能认定是虚假或者是有肥膀目的 也不能当成是散播谣言 所以决定不起诉处分了 圆局的法律代理人接着表示 圆局本人以及家人有人被告事件 已经告一段落了 接着会强力对付酸言恶评的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哎,真的辛苦了,加油 7件提高,真的是在集体发狂 现在有警察官方回应了 黑粉们可以闭嘴了 到现在也有到圆局YouTube跟AG发狂的人 真的都要提高才可以 辛苦了圆局 希望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也希望能尽快听到其他事件的后续 下个消息是 在韩国未成年人是无法买烟买酒 或者是去汽车旅馆等地方玩 如果给未成年人贩卖烟酒 或者是给他们开房间被举报的话 业主会被罚款以及停止营业几天 所以不管你在便利店也好 超商也好 想要买烟买酒的话 只要你看起来太年轻 店员就会跟你确认身份证 而在一般的情况下 成年人如果被要求检查身份证的话 应该会有点高兴 因为这就表示了我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今天有一位40多岁的大叔 因为在旅馆开房间的时候 被要求检查身份证而愤怒 在网络评价给了一颗星的事情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位40多岁的客人留下的一颗星评价 如果是担心会不会是未成年人 而检查身份证的话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一看就像是个40多岁的人 旅馆老板却说要确认身份证后 才能开房间 真的是让我很不愉快 那个眼神也是非常不好 这是我的私生活 必须要给你看了才能开房间吗 我去别的旅馆 从来都没有被要求身份证 对 也有可能是故意在找查 所以40多岁的客人有点生气了 马上旅馆老板也回复了这个留言 谢谢XXX的评价 您好像是因为检查身份证 心情非常不好了 旅馆为了预防未成年男女同诉 以及预防意外事故发生 是可以要求检查身份证的 当时您戴的口罩 无法确认您的年龄 所以才会要求身份证 而且跟你一起来的 那位是01年出生 为了让别的客人 也能看到您的留言 我将这个留言置顶了 谢谢您 这是2021年的留言 所以01年出生 当时过了生日的话就是满20岁 美国生日就是满19岁 而韩国是要满19岁才是成年人 所以几乎是刚好过了那个门槛 40多岁 01年出生 应该不是因为要求身份证而生气 是自己也知道跟01年生来旅馆是很丢脸的事情 却被发现了才会生气的 竟然还敢留言疯了 老板应该是怕远逐交际才检查的 他竟然还觉得委屈而留言 如果跟相差20多岁的人是光明正大的 就可以堂堂正正的拿出身份证啊 留言置顶太好笑了 老板也太强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又不是被绑架 不是犯罪的话有什么问题呢 跟40多岁的人去旅馆的01年社 难道他做得好吗 两个人都是成年人 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未成年人 两个人心甘情愿的话 第三者的你们有什么好发狂的呢 对于40多岁客人的留言 以及旅馆老板的回复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被爆Loftstar的两个人终于要见面了 之前PPG醒必上传下雨的IG现实动态后留言 不喜欢下雨 但是喜欢雨声 而当天 从旅馆的陛阳也上传了下雨现实动态后留言 我明白那个心 其实两个人在好几年前开始就已经 难怪在节目中出现 尤特庆古歌曲的时候 陛阳会那么高兴 尤特庆古 而这样的两个人将在Quindom2 以主持人跟参赛者的身份见面了 超好笑 快解释快解释 两个人蛮配的 我们就假装不知道吧 笑一笑 对身体好 好对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